上回书咱们说到唐天子李渊 接到了同官元帅罗承的奏折 五家反王攻打同官 按说李渊呢 应该跟文武群臣商议 找一个能够帮助罗承的人 再带去几万大兵 把同官守住也就行了 同时呢等着秦王李世民回来 消灭五家反王 但是李渊没这么做呀 李渊摇了摇头 容姑四肢 他走了 回到后宫赶紧命内侍 把两个儿子建成元吉找来了 建成元吉呀 你们两个人哪好糊涂啊 没想到让你们守核洞 你们强强民女逼返刘武 舟击走了玉池宫 玉果园演功嘛 你们又图谋不轨 我本应当严惩你们 谁让你们是我的亲儿子呢 所以我把你们哥仨摆平了 现在给你们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 到同官 帮着罗城镇守同官 帮着罗元帅消灭五家返王 将来立了功劳之后 简成啊 我好恢复你的太子之位 还是由你来承继我的江山设计 这一次 你们到了同官 可得抓住机会呀 而且还得拢住罗元帅 拢住了罗元帅 就可以拢住瓦岗山 众为战将 建成啊 只要你做好了 将来我提出来 由你做东宫太子 文武群臣就无话可说了 您瞧 这个李渊这地儿干得太糊涂了 这父母老家啊 要是偏心眼 你是纯粹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可惜 偏腾果子不上色呀 这父亲母亲也很奇怪 专门偏腾这不成才的人 哎 李渊叹了一口气 建成元吉一听 恍然大悟 如梦方形 心说嘿 我爹还是向着我们哥俩呀 这是有意 给我们一个站脚的机会 建成乐了 爹 您的意思还能我明白了 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去做 建成啊 如果你还不痛改前妃 日后的东宫太子 就会是你二弟是民的 到那个时候 你后悔可就晚了 海尔谨遵复训 像李渊你还不认识 你的大儿子跟那三儿子吗 就不应该让他们去通关 但是 李渊 还是这么做了 第二天 李渊传下圣旨 命英王李建成 齐王李渊吉 率领武安大军 急救通关 咱们书以简洁为妙 武安大兵 刀枪器皿 锣鼓帐风 梁朝等下 双插车辆 英王齐王 带着武安大兵走了 快到通关了 建成就跟自己贴心的 中军官赵景说 记着啊 你马上给同关大元帅 罗承送个信啊 让他出关迎接二位王爷 子王爷 这赵景赶紧带着 十二名亲兵 催马就跑 来到同关 把城门叫开之后 来到帅府 见了罗承 冤帅 天子指下 让英王齐王 二位千岁带领武安大兵 帮着您镇守通关 消灭武王 现在二位千岁已然快到了 罗大帅 请您 出关迎接二位王爷吧 啊 罗承一听 脸立刻就沉下来了 这个罗承 他跟二爷秦琼办事不一样 心里想什么 脸上带什么 因为罗承 他出身跟秦琼就不一样了 罗承一听 这同关缺少的是大将 缺少的是兵 这英王齐王能干什么呀 哎呦 糊涂的万岁 糊涂的皇上啊 你不给我派来精兵强将 你把你俩儿子俩王爷给我弄来了 再说 你这两个儿子 文不能治国 武不能安邦 对于他们的行为 嘿嘿 我罗承不是没有二文啊 你的两个儿子又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来了 他们是军 我罗承是臣 让我罗承整天陪王半将 我怎么领兵打仗 所以看着这赵景 罗承把脸望下一沉 罗承就没说话 这赵景就明白了 这位罗元帅 是不欢迎建成跟元级这二位王爷 啊 罗大帅 我告辞了 请您马上出城迎接 二位王爷马上就到 啊 好吧 这赵景带着亲兵退出去了 罗承没有办法 马上命人把傅元帅张青叫来 就把这件事说了 张青摇了摇头 罗元帅 咱们赶紧先迎接二位王爷吧 好吧 报 至中军官来到罗承面前 禀报二位元帅 英王齐王 二位王家千岁 带着五万大兵 已然到了同关城外 好 来呀 两队迎接 两个人 带着亲兵到同关城外 迎接建成元集 赶紧甩登离安下马 上前跪倒十里 建成 微微一笑 建成现在心里头可恨上罗承了 为什么 因为旁边站着赵景呢 赵景 见着建成 已然把罗承的态度 说清楚了 所以建成 笑着看着罗承 心说 先搁着你的 先放着你的 我建成要治不了你姓罗的 嘿嘿 我就不是李建成 建成早已然 嘱咐好元集了 两个人全都是满面春风 赶紧甩登离安下马 用手相衬 哎呀罗元帅张元帅 千万不要行此大礼 请起请起 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 罗元帅呀 让你担惊了 受累了 哎呦罗元帅 你怎么 显得这么瘦啊 罗承这个人呢 没有这么多心眼 你别瞧他聪明 别瞧他阴 别瞧他 能够指挥兵将打仗 但是对于建成这种人 罗承是不会对付的 啊 二位千岁 您问到这了 因为我罗承每天在 同关城楼上守城 也不知道苏烈 什么时候带着返王的 兵将攻城 夜里头 我都得查三遍尬 所以为了守城 我这两天 确实有点劳累 有点瘦了 啊 二位千岁 谢谢您惦记着 哎呦罗元帅 罗元帅呀 你为国家日夜操劳 有朝一日回到长安 我必然想父皇禀报 得给你寄功啊 二位千岁 请您上马进城吧 大家全都上了马了 这队伍呢 也开进西门了 罗承在马上就想 都说建成原籍 阴险刻薄 可是刚才我一结架 他们下马相掺 又说了这么多安慰 我的话 看起来这两个人 也不像人传言 说的那么坏呀 哎 这就是罗承 不如秦穷 徐茂公的地方 事件不大 到了帅府门前下马 然后进帅府大厅 分宾主落座 这回主人 可就是建成原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军呢 罗承就把他们 请到上手坐下 罗承 就把同官的战士说了 二位千岁 同官是天险之地 这儿只有三军人马呀 二位千岁 这回带了五万大兵 如果咱们兵马 合在一处 同官凭着天险守住 承就丢不了 但愿得秦王千岁 很快的奏开环朝 咱们来个东西佳吉 别看苏烈他们 疯狂一时 到时候 两路人马一打他 他们肯定得吃白仗啊 就让五家返王 全都死在同官城外 哦 好好好 罗院帅呀 如果说秦王跟秦元帅 一时不能还朝 咱们这仗就不打了吗 咱们就守着吗 不打仗 这么多兵 有罗大帅 您有张夫帅 咱们寒沉不寒沉 这建成好坏了 他拿着话 记着罗承 罗承可就没防备啊 因为罗承这人也是年轻好胜 如果说自己露脸 把武王消灭了 那也是奇功一剑 啊 二位千岁 你们如果能替我支夜 容我睡上几宿踏实觉 把精神养足了 我可以亮对迎敌 也许等不到秦王千岁 奏开环朝 我呀 就能跟副帅指挥人马 杀退武家贩王 好啊 那怎么就这么办了 罗元帅 我早已然听说了 你们罗家枪 天下无敌呀 这样 我们哥俩来了 我们没有什么武艺 我们就帮着您寻业守城 您呢 就放心他的实事养精神 罗承心里很感激 建成元吉 又嘱咐 二位王爷如何守城 让副元帅张青 就把四万援军 分配到险要之地 严加防守 守这座同官 事情全都安排好了 摆上酒宴 迎接二王吧 酒宴过后 罗承呢 就回帅府 踏踏实实睡觉养神去了 罗承是疲劳过度了 这劲儿一泄下来 睡着一首觉 第二天一睁眼 浑身酸软 罗承起不来床了 英王齐王听说之后 马上前来看望罗元帅 而且请军医官给罗元帅治病 军医官也好迈呀 二位王爷 罗元帅这可是累的呀 你马上给罗元帅 开点补药啊 军医官把药放开了 罗元帅 您这病是身心劳损所致 您要好好养 一天两天好不了 您哪 把您这老法歇过劲儿来 您这病自然会健好 罗承听到这看了看建成 看了看元吉 建成元吉是满脸兑换 哎呀 罗元帅不要着急啊 反正他们攻不尽同关 您什么时候养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打仗 罗承呢 就每天服药 每天养神 而且建成元吉 天天派人来 让他们注意罗元帅的饮食 帮着罗元帅精心调理 英王齐王天天来问安 罗承是十分感激 就这样 罗承养了半个多月 身上可觉得大好了 估计病 已然去了八九城了 罗承尤达屋中出来 想溜溜弯 活动活动 尤达后院出来 穿中院到前院 走到前院的西头 罗承一看 罗承就愣了 烫一下子火就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罗承治军很严 罗承是在北平王罗毅身边长大的 罗毅就是治军相当严 所以罗承跟他父亲一样 治军也特别严 手下的人知道罗元帅的脾气 不敢走一个错步 今天罗承他为什么生气 因为帅府大门一共是三个门 当中间是正门 左青龙右白虎 平常呢只开着青龙门 正门跟右边的白虎门都不开 每天擦壳呢就把青龙门关了 门口呢有兵看着 对出来进去的人都必须详细的盘查 这是帅府禁地呀 没想到今天罗承到这一看 已然过了关门的时候 青龙门倒是关着呢 可是这白虎门开了 这白虎门是不许开的呀 罗承信说 我十几天没来看 这当兵的就敢不听我的训教 来啊 当差的赶紧过来了 四号元帅 这白虎门谁让开的 这个这个 说 不说我就打死你 哎呦元帅 怎么跟您说 您千万别怪小人 是两位千岁爷 让开的这座门 开门干什么 啊 干干什么 他他他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不说实话 我就杀了你 哎呦元帅 您别杀我 我说 当差的没有办法 这才把实情禀报了罗承 怎么回事 感情建成元席这俩小子呀 不干好事 他们确实帮着罗承守城了 但是每天夜里守城 他们俩觉得闷得很 来啊 赵景 伺候王爷 给我找个拉皮条的嘞 哎 这赵景是专门伺候这俩王爷 干着坏事 这拉皮条的 就是一种专拿女人拉买卖的婆子 他跟着娼妓呀 歌女呀 还有各种卖身的女人都很熟 有买卖上门了 他们就给拉皮条 这个赵景呢 就找了当地的兵 找了一个拉皮条的 这个皮条姓胡 人称胡婆 赵景就把这胡婆 带到建成元籍面前 还有拜见二位王家千岁 您有什么指示 我一定照办 建成一笑 我说 我们天天晚上守城们的哈 啊 给找几个漂亮的粉头来 到城上陪着我们啊 我们一边守城 一边解闷 是是是 建成呢 还传下话去 让手下当差的 每天晚上把白虎门打开 把这美女接近帅府 陪着他们在府中吃酒 然后一块上城楼 是吹拉坦场 这个拉皮条的胡婆 先给找了四个女人 这四个女人很漂亮啊 因为他们是 装干这种营生的女子 所以每天晚上进帅府 陪着两位王爷喝酒 然后呢 再到城楼之上 陪两个王爷过夜 这胡婆呢 又给找了一个弹弦的 找了一拉胡去的 嘿呦 每天城头之上真热闹啊 琴弦的声音 传出十几里地去 这几个女人 就陪着建成园吉 饮酒坐落 头天 第二天 行了 建成园吉挺高兴 到第三天 看这四个女的烦了 把这胡婆又找来了 再还几个 哎 就这样 每天早晨 这哥俩下城楼 回帅府 足睡 这么一天 到晚上在折腾 罗承病成这样了 他们是天天如此 罗承根本不知道啊 今天罗承一问 当差的不敢不说 当差的一说 罗承气得双眉倒数 二抹原正 脸上颜色更变 浑身上下之哆嗦呀 信说 建成园吉呀 你们俩小子什么东西 舔着脸还当王爷呢 嘿嘿 李渊的李渊 你这个大唐天子 怎么养活这么两个 不孝之子啊 哎 也是该找 这当差的 刚把话说完 罗承这儿 气得正哆嗦呢 这个拉皮条的湖婆 又带进一伙女的来 听见脚步声音响 罗承一看 进来个婆子 五十开外 擦得一脸的怪粉 后边跟着十几个 漂亮的女子 这湖婆可不认得罗承啊 那平常在同关 谁能随便见得着元帅呀 今天这湖婆 带着十几个姑娘 进了白虎门 她一眼看见罗承了 那拉皮条的会说话呀 哎呦 这位爷呀 我给 我给您万夫十礼了 你是干什么的 哎呦 我姓火 因为王家千岁 守城心中闷得横 让我给找些粉头来陪伴 昨天呢 选了六位 王爷说不好看 今天 我又给选了十二位 您瞧瞧 可真有几个俊的 我说 您是谁呀 我是同关大帅罗承 哎呦 原来是罗元帅 老身我这失礼了 您是不是 先挑俩好看的呀 罗承哪见过这个呀 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告诉你 从打今儿起 不准你再进帅府 你要是再带着粉 头走进帅府大门 小心我把你杀了 来人呐 当差的赶紧过来了 元帅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本帅念他们是贫寒之人 也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 你马上取银子 每个女子无两银子 连婆子在内 是 这个当差的去取银子 罗承就跟这胡婆说 胡婆呀 我可把话说到这儿了 你要是再来我全杀 是是是 这胡婆吓得这哆嗦 一会儿的工夫 这个当差的到帐房这儿 就把银子取来了 每个人赏了五两银子 就把胡婆跟这十二个女子 打发走了 来啊 赶紧把白虎门给我关上 没有本帅的命令 谁要再开此门 就是掉头之罪 是 当兵的过来 光当一声 插顺上锁 就把白虎门给封了 罗承问这当差的 我来问你 这二位千岁在何处 二位千岁在大厅那儿 等着呢 像罗承呢 就应该不再管了 但是罗承 他终究不是秦琼 不是程咬金 罗承气坏了 你们两个人干嘛来了 帮着我镇守同关 怎么能这样呢 他一生气转身 蹬蹬蹬直奔大厅 到了大厅外头 罗承站住脚步 隔着竹帘望里一看 里边摆着一桌 风风生生的酒席 剑城元吉 正在这喝酒呢 罗承站在台阶底下 剑城元吉没看见 就听元吉说了 哥哥 你说都长了 这湖泊 怎么还不把美女 给咱们带了呀 对呀 他说今儿给咱们哥俩 找几个好看的 准让咱们哥俩可心 到时候也该来了 罗承心说谁来了 我来了 罗承一生气 腾腾往前一走 啪 一跳这连板 连板巴搭一响 剑城元吉 抬头一看 脸儿就吓晕了 不是粉头来了 是罗元帅来了 这回罗承要惹下 他添大祸 下回再说 我想说 有点啊 气味 对 这是 邮里面 那么 还有一点 不能 你 更 我 我